香港人歷史 哇,你怎麼跑那麼早在圖書館做什麼? 圖書館不是看書還可以做什麼? 那你會看什麼書? 恐怖書 什麼恐怖書? 就是這一本一個人的捉迷藏 一個人怎麼捉迷藏? 告訴你它的內容是如何 這本書是我有生以來看過最恐怖的一本書 亦都是發生在美國華盛頓的其中一間屋 話說那間屋面住在一個女生 有一天 那個女生換人衫 聽到外面有少少腳步聲 立即捂上衣服 去看看門 裝一下她 看到有一隻類似公仔的背影 公仔慢慢轉過頭 公仔就睜大眼睛看著她 其中一隻眼 難做 面上有燒過的痕跡 身上更加是骯髒滑 娃娃 搖搖晃晃 這麼閒 對著她真的怪 我找到你了 不管做鬼了 跟著你跟著你跟著你 說問靈異天后 有多靈異啊 她寫的所有小說 全部都是經歷的小說 如果想知道多些作者的資料 不妨可以去Google search一下 那你那本又是什麼書 我那本是叫天黑幕回頭 但她不是像你那樣恐怖的 恐怖書 她是我有心意來看過文筆最 生動有趣的恐怖書 有多生動 有多有趣啊 她雖然那封面有點恐怖 但是內容生動有趣 可以起讀者 最怕的時候 活摸一下情緒 那 遲不疑遲 說一下她的內容吧 她這本書介紹了 很多不同種類的怪物 但是這些怪物並不是 你所想到這麼簡單 長頸那些 還是河裡面的河童啊 並不是 你有沒有聽過危這種生物啊 什麼來的 吃得的 吃得 不止 還好吃 男主角的父親和他朋友 就是為了這種生物 去了有很多毒 很多怪物的 不方召集 那麼遠 是啊 最後 最後怎樣啊 最後他們會不會遇到什麼危險呢 又會遇到什麼怪物呢 去圖書館自己借來看看 那些 那些 真的 是一套有三本的 那麼多 是啊 三本裡面全部都講同一個故事 並不是 是介紹了很多不同的怪物 有些你還想不到 哦 讓我介紹一下她的作者 她的作者是叫做沙士比亞 沙士比亞 沙士比亞 英國 那個大作家 並不是 她是沙士比亞 哦 說清楚一點 她是一個 香港網絡鬼故之王 她還是最長壽故事 保持紀錄者 哇 這麼厲害 是啊 如果你想 你還想知道多些她的資料 可以去Google找一下她 今天我們講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多謝 拜拜